同修开始一下 他梦见和一只小乌龟在对话 他问乌龟说他的寿命有多长 乌龟说他的寿命只有28岁 同修就问为什么只能活到28岁 这个乌龟说 如果你心情有肉的话 就只能28岁 现在他现在是19岁 然后梦中乌龟还说 他的堂姐关系普通化身 这个同修本身有抑郁症自闭着 然后他向师父忏悔 他以前在年纪比较小的感情上 他做了很多不好的事情 他想请师父帮他开示 首先你想想看 他堂姐的所作所为 是关系不在化身吗 关系不在化身 会像他讲解做了这么多坏事吗 不干净的孩子能做坏事吗 师父小时候连蚂蚁都不踩的 我连蚊子都不打的 你想想看 从小就要有这种慈悲心 而且不能做错事情 明白了吧 明白 师父那 乌龟说 乌龟跟他说 只能活20几岁28岁很简单 他现在18岁活28岁 也就是说 他从现在开始做的很多事情 已经不如理不如法了 他没有征受 在减受 在消福 明白了吗 明白 我告诉你一个事情 你们要记住了 很多青年人 受怎么折的 有些事情我真的不愿意讲 你就是这种男女的事情做一次 他就扣掉你几个月 做一次扣掉你几个月 这是扣你的生命啊 你知道吗 嗯嗯 知道 所以很多人不知道这个事情 还以为很快活呢 你要知道啊 这就是损害你的生命啊 他就是不但从自己上损害你的生命 而且他从你的命根当中伤掉你的生命 就扣掉你 因为你玩过一次 你就快乐 在人间消福一次 消福一次 你就减受一次 所以很多人为什么 你去看 过地皇帝为什么这么命短呢 这还不懂啊 过去那些风流的男人 你看看哪个不死的找的 你去看看 你把历史拿出来看一看 你就知道了 嗯嗯 明白了吗 嗯 我明白了 是佛 就像 就像 举个简单的例子 你越去做那些人间刺激的事情 你的瘦越短 那你比方说 那些人吸毒 刺激啊 哎呀 他一定要吃 哎呀 否则就难受 他吃一次 他就命 扣受一次 受一次命 你看哪一个吸毒的 不死的找的 明白了吗 现在明白了吗 明白 好了 明白明白 嗯 嗯 师傅那那那这位这位小同学 他现在是学愿明年念八百张小房子放生物天巧语 这样这样可以吗 这个都是好的 这个都是可以的 最糟糕的就是不能让他再造新宴 嗯 他如果这里再放生 那里再造新宴 那就完了 你比方说 你比方说举个简单的例子 像这个小同修 现在我看他 如果说他只能花二十八岁 并不是恋财的问题 可能他是在感情上出问题的 就是他自己忏悔就是感情上的事 好了 好了 感情上出问题的人 折瘦折得很快的 你去看 感情上出问题的自杀了 折得厉害吧 马上折瘦 感情了吗 男男女女在一起 搞来搞去 搞到最后 一下子感情崩掉了 实际上他的瘦就折掉了 马上想不通 自杀 结束 明白吗 明白了 好了 就感觉是最最头的那个问题 感情问题不但投资 我告诉你 伤人伤 伤人伤己 而且害人害己 而且不但害到自己的肉身 还害到自己的慧命 所以 一个人一生当中 最大的问题就是感情 所以感情问题控制不好的人 人就像个疯子 像个狮子 像个呆子 像个花痴 像一个根本没有智慧的人 就像一个动物一样的活着 好了 哦 师傅 那你说 嗯 嗯 太大人进来的人 是不是都要 都要还这个感情战 有没有人 就是没有感情战 很少 一般的不还感情战 不会到人间来的 哦 我问你一个问题 你在人间有感情了 所以你才会到这里来 继续来还感情战 你如果跟人间的感情已经没了 你跟天上菩萨感情很深 那你说你会到人间来不来 嗯 不会的 好了 还不懂啊 嗯 没办法 现在是又开始